这盘棋讲解是谁能夺冠 2024年的一胜碑第十轮 本局是黎德智对战赵金城之战 双方是中炮对战平风马先进了七足 红方过河局 黑方是平风马两头蛇 红方走直横局 黑方呢就先打一下 如果不打的话将来红方啊 局守类之后冲中兵盘马这个棋不好应对 打的话是一个简单的走法 将来是要飞向 红方有这个对七兵对三兵两个选择 对七兵比较稳 实战是对三兵 那么对方有这个巡河炮和冲吊的变化 那么先看的话 他将来就是有一个双兵啊去对 到这的话这个一出局之后呀 你一捕食啊 他有一个推炮在炮八平七的变化 所以到这红方还是比较主动啊 所以黑方他不这么走 直接换掉 换完之后这边就吃 对方马锡进八 他没有走马锡进六的原因就是 红方有一个对双兵的好奇 一望招法他是平局管 主要想签又怕回马踩局打局 他先通过车马把你吊起来 他把你拉住 就是欺负你无关局炮 但对方可以掌局将来侧影 这个便宜不大 所以我们说呀 最新招法就是对双兵啊 这个是赵工人的飞刀呀 那现在这个鞋黑方也这么吃了 吃完之后杀过来 黑方有两度变化 一个划八平七 一划八平六 正招是平七 平六的话会有一个拆炮的飞刀等着他 对方如果打那就吃掉 你现在正常吃着马要上 他这边有个打底式啊 异常凶狠啊 不吃也不行 吃完一抓 守住呢再蹬 看住再蹬 如果你吃的话七鞠攻杀 这边你只要一吃鞠啊 双将立马就杀起了 即便这个鞠你不吃鞠 最好的鞠就是对鞠 解围 换掉之后呢 鞠马冷箭 对方也是不利 所以对方这个鞠正招只能划八平七 这度鞠呢 红方有居住平四手段 对方正常得看 上马就是一蹬 对方的话过来回马又是一蹬 给他打将不敢打 因为你一将他可能上去了 然后你被没骑啊 踩着鞠啊 这边吃着马有狮子的 这地方就有闪 这个泡八精一厉害 那以前是鞠四季二 没有用啊 现在泡八精一的话 现在就泡皮二厉害 黑方有两种招法 一个是不是 那这个鞠他就打 你这边就得气一个子啊 吃完之后 他就把你抓死了 那这种招法啊 也是黑方的一个手段啊 但是毕竟少一个子啊 他比较复杂 黑方可能临场 不愿意气死 就没有这样选择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变化 就是说这个时候 他可以走一个 泡二精一啊 这样的话给鞠生根 这个鞠的意思就是 当你打鞠的时候 他采鞠啊 跟刚才变化 有所类似啊 但是有所不同 他一将你不能垫鞠啊 底线是个门 正常你要么就不是 要么就飞向 那如果说飞向的话 将来这个鞠啊 他吃掉你 这边你 上老帅准备吃马的时候 他可以呢 吃你泡 我泡一赶走 这边这个马就解救了 当然你要走这个鞠啊 他给你对上就行了 所以将来这鞠啊 你不对 他要采你中兵啊 到这儿这个鞠 黑方可以逃脱 你对掉 他这个鞠也是采你中兵 采完之后 你一走 他一车啊 双方对杀 那黑方这鞠不差 红方这鞠如果选择平一步啊 那鞠点一将就白走了 而且的话 这个鞠可能还 有一个回马杀啊 所以这组鞠应该说相当不错啊 那这儿他一般可能啊 不会选择飞向 他这要走一个不是啊 想办法要把这马围死 但是将来你过来吃马 人家可以出去吃饮泡 还是不行 所以你得 先考虑一个打马 让对方去抱 然后这个鞠再过来吃 这样的话他也不怕 出鞠让你吃 吃完他账号关键有一个先期后续 所以这堆戏啊 总是可以聚会一个狮子啊 那这儿的话是季度变化的所有变化了 咱们啊 可以看到啊 那季度马齐金六呀 红方又飞刀啊 黑方得逐一破解 走错一步就得输啊 所以他临场的话 就走到个马齐金八 到这儿的话 不想跟你纠缠了 红方出来 那黑方就不适 红方一对啊 那黑方一吃 这边的话 他是有一个退回打局 但是红方不怕 他有一个金炮去对得起 那对方啊 他就掌局了 红方也就扣住他 黑方准备呢 偷袭底线 把线给吃了 红方则是平炮过来 黑方想堪啊 但是临场没敢堪 这个棋呢 应该比较复杂一点啊 红方就没招起 黑方现在得退回去堪啊 红方一吃之后呢 将来可能有个千的棋啊 一个是聚七平二 一个是局六平二 聚七平二意思就是 你现在啊 不能回马队 否则我打掉你 过去有根啊 但是黑方可以走这儿棋啊 仍然可以结尾 双方是一个交换啊 哪怕你不换啊 他堪住就行了 你再上他再顶 这个棋应该是可战啊 他临场是不是担心这个棋呢 拉住啊 这样其实讲在队的就行 因为你局没该啊 到这儿黑方是可战的啊 临场可能担心这个变化 有点复杂 不好把握 他选择直接打 这样的话呢 一吃就得退回去啊 红方就想到先手上吧 黑方到这儿选择招法是撤回 这个棋可以下 红方现在面临被牵啊 就先逃出来 然后呢 这个请黑方赶快掌局看住马 不让吃啊 到这儿你现在上马打着局啊 他只能放置进局要队 希望队完之后上去踩 那这时候黑方他是选择点进来 准备杀住兵 此时红方退回再看住 黑方炮耳平似 红方这时候平炮过来盯着马 他可能是想上马踩局啊 吃个怎 黑方则是飞向先挡住 你敢上马牵住你 红方这边先补个相再说 黑方知识想打马 红方就补个事 你要换的话 你将来两个马 兵种是险弱的 所以呢 黑方决定先飞向 纠缠一下 红方冲边兵 等一步棋 黑方的话进足想杀出来 红方到这儿就平炮扣住他 黑方呢进局 要抓这个炮 下一步棋准备打马 那红方也看到这个棋了 他来一招欲擒故纵 很经典呀 接下来黑方也就打 那红方也就吃 黑方这边得紫 红方一个先骑后去 黑方选择落相 这儿的话 红方一打 这个兵都没人吃啊 现在关键是要破相 所以他得赶快去落相才行 红方这个棋的关键就是把这个事破掉 因为即便你过个兵也不见得能赢啊 人家将来杀过来这边也有棋啊 所以他先破释啊 就是想三子突破 那黑方他就上来看主啊 避免这个棋将来对方会不会炮打相啊 那这儿的话这个棋啊 正常是要点 但这个棋没有用 因为人家可以吃啊 你好不容易出来想杀他 马上给你对局了啊 就这么一招棋 所以的话这个时候 尼德智啊 走的一个顿挫 很精妙 这时候对黑方来讲啊 只需要退局看住 这个棋啊 将来有马踩兵对局的手段 就可以下 但临场的话 他是不想离开这个局啊 贪攻 那这样的话他不愿意退回防守 结果被人家晃一下 这里就来不及了 那下一招棋啊 他马上就准备突破了 一出老帅啊 你一补试 双局一抢试啊 就崩了 那么对方啊 他退一步意思是你 丑老帅跟你对局 但是红方就是腾住手来 走出一步抛弃精英 黑方到这儿啊 没办法了 看着要甩炮杀他 他赶快先对啊 红方到这儿 吃一步马 抢牵手 把你赶走啊 对方如果正常走开的话啊 看似彩像 下不杀对方 但是根本来不及啊 他一甩炮之后呢 你刚一踩 先穿你一将杀你啊 电锯俱美了 所以这起啊 他快一步 那临场的话 他不敢上啊 只能先看住 找机会呢 趁着对局去上 这儿的话 这边就甩 准备下去 黑方认为 我就盯着你就行了 但是红方 居四平六走到以后呀 黑方就忍输了 为什么呢 无论你是上马也好 他也不吃你啊 或者是你居杀中兵也好 他就这招棋 硬杀你的相 你怎么解救吧 所以底线成了空门了 没人防守了 招棋成去判戏啊 确实出的可惜啊 退局就可以守住啊 到这儿 被对方就对猛攻呀 给吓住了 他走了个禁局去对啊 这一步棋走得上当了 结果被人家三子呀 瞬间阻杀了 到这儿 李德智获胜 这儿 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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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